小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Juan老师 今天呢,我们是上数学节 请大家准备好你们的数学练习书 然后翻开这一面 练习是理解立体的体积 练习是理解立体的体积 到底什么是体积呢 还没有正式进入我们的体积之前呢 来,大家看回去 这个单元我们称为空间 在这个单元呢 我们会学到的就是角度 我们重新看多一遍 有着的就是角度 角度有这三个 有着的是锐角、直角以及顿角 OK,相信你们已经会分辨 什么是锐角、什么是直角 以及什么是顿角了,对不对 除了锐角、直角、顿角呢 角度,我们还会学习到的就是周长 OK,什么是周长呢 周长就是一个图形周围的长度 我们通常是拿来积压的 周长了之后 我们会学到的是面积 面积就是平面图形或物体表面的大小 平面的 OK,平平的 所以在这个面积呢 我们有分成三种 第一个呢 就是长方形的面积 要记得 长方形的面积 我们需要拿长 层宽 是长层宽 至于正方形的面积 和长方形是相同 也是长层宽 这个我们上个星期已经完成 这个面积的练习了 对不对 还记得吗 面积 长方形和正方形的面积 我们是长层宽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三角形的面积 三角形的面积呢 是底层高 还要记得 除了底层高 我们还要做什么 除二 底层高 除二 OK 面积就有着这三个 面积完了之后呢 今天我们就会开始进入体积 体积是什么呢 就是物体所占据空间的大小 谁去 谁去 scare screen 那个screen 不见其他 刚才谁去share我的screen 你的手不要去动任何的东西 明明就是你 share那个screen 连我这里都看得到啦 怎样去你没有呢 手不要去碰你们的电话任何东西 所以我们看回来体积呢 就是物体所占空间的大小 就是整个盒子 我们要把这个小盒子 假设我有一个小盒子 我要放进去这个大盒子 我要算看这个小盒子 它到底有多大 ok 所以它是立体的 ok 它是立体的 要记得空体积 体积是整个立体的 ok Kevin不要再玩那一个镜头了 专心听课 所以体积呢 它会比较难 我们来看一看 你看啊 面积的应用公式呢 是长层宽 因为它只是表面而已 它都跟你说是面积 它只是表面而已 面积 它只是表面而已 所以它的公式是长层宽 但是来到体积 体积就是它好像3D这样子的 整个是立体的 所以呢 它除了长层宽 它还要层多一个 就是高 长层宽 层高 那么体积 我们只有分成正方体 以及 长方体 只有这两个 没有三角体 要记得 要记得 体积我们是只有正方体 和长方体 是没有三角体 而面积 面积是有正方形 方形 长方形 还有一个就是三角形 这个是它们的分别 面积有着的是正方形 长方形 和三角形 那么体积呢 我们只是有正方体 或者是长方体 那么你们还记得吗 当我们在写 做面积的时候 我们是CM Square 或者是M Square 它上面是一个小小个的2 对不对 因为我是CM 乘 CM 所以我就有两个CM 可是你看当我带体积的时候 长 乘 宽 乘 高 总共有几次 一次CM 两次CM 三次CM 所以当我们在写的时候呢 就是CM Q 我们就会写 把2变成3 但是这个3 不是真的是读做CM3 我们是称为CMQ Q 或者是MQ 这个要记得 Kaven你要是在玩那个 Effect的话呢 你就直接退出 老师在教新的一个东西 你能够专心吗 把你的CM跟我开起来 老师在教课 你就在那边玩你的Effect 有什么好玩的 所以还没有正式进入我们的练习之前呢 OK 现在呢 我要给你们看一个小视频 给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没有看到呢 老师分享的这个视频 有 ok 好 那么现在呢 老师要你们认真地看一看 又没有看到 认真地看一看 这个小视频 肯定会有的 老师分享了 肯定是看得到的 ok 认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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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哟 大家好 我是玄弹老师 那给大家五秒钟的时间 赶快订阅我哦 好 谢谢同学们 那我们开始咯 嘿哟 同学们 欢迎来到玄弹老师的课室 那么今天呢 玄弹老师要教的是四年级数学 单元六 空间 认识体积 那上一次我们是认识面积嘛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来认识体积 那么观看此影片同学呢 能够运用一立方单位的立方体和公式 来确定正方体和畅方体的体积 绝对小雷弹 今天我们来认识体积 体积 什么来度 体积呢 其实是物体所占空间的大小 那么之前呢 我们学的是面积 因为面积只是表面平面图形的大小 今天呢 我们要学的是体积 就是物体所占空间的大小 是3D的 3D I shall be please 看来小雷弹还是需要一点例子 才能够完全明白哦 好 没关系 就比较说这个正方体 那么它这个一单位呢 就是长 它的宽 它的高 那么比面积多一个高 面积只是长成宽而已 那么体积呢 它有长成宽成高 那它的体积呢 我们就可以说一乘一乘一 也就是等于一立方单位 那么如果两个这个正方体 在一起的时候呢 就是二立方单位 嗯 现在明白哈 一个正方体就是一个立方单位 两个正方体呢 就是二立方单位 好 我们来看这个正方体 也是跟刚才一样是一立方单位 那么同学们 请问 这一个正方体 它的体积是多少呢 所以呢 要如何找出它的体积呢 就要 来算一算 这一个正方体有多少个 这个小正方体 好 我们现在就来算哈 有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那么上面有四个 那么下面也有四个 还有一个在后面 我们看不到 所以总共有几个小正方体呢 同学们 对了 这里有八个小正方体 那么一个正方体就是一立方单位 那么八个正方体 是等于多少呢 对了 就是等于八立方单位 好 那我们看下一个 那同学们 这里有更多这样的小正方体了 那么它们这个小正方体呢 就是等于一个这个正方体 它们是一样大的 那我们现在就来算一算 它有多少个小正方体吧 然后我们看上面一层 有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那么第一层有八个 那么我们还有几层 对了 还有三层 所以呢 我们要如何找出总共几个小正方体呢 对了 八乘三 那么请问八乘三有多少呢 对了 等于二十四 那么有二十四个小正方体 也就等于这里是二十四立方单位 同学们你们有没有发现 体积它用的是立方单位 那么同学们还记得面积是用什么单位吗 对了 面积是用平方单位 那么体积呢 就是用立方单位 好 为了不要让总是我们忘记 那么面积呢 它的应用公式 相信大家还记得 是长 存 宽 那么体积的应用公式呢 其实和面积是差不多一样 只是加多了一个小 那么它的应用公式就是长 存 宽 存 高 其实体积呢 只是多了一个高而已 那么相比来说呢 我也可以这样子来了解体积 也就是 因为长 存 宽 就是面积吧 那么这里体积呢 长 存 宽 那我可以说体积的应用公式 其实就是面积 存 高 我也可以这么说 对了 所以同学们记得 面积呢 是长 存 宽 体积呢 是长 存 宽 存 高 就是这么简单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正方体呢 通常呢 它的长是这个 宽呢 也是这个 我们就能够知道它的底部面积了 就是它下面那一个表面的面积是多少 过后呢 再重 高 就可以找出它的底部面积是多少 那么 比如说第一个立体 我们看3cm 是它的长 这个3cm 也是它的宽 3cm 也是它高 所以同学们 正方体呢 它的每一个边都是一样长的 所以呢 它的长啊 宽啊 高啊 其实都是一样长的 像这个 就是3cm了 全部都是3cm 那 我们现在就来计算正方体的体积了 体积呢 就等于 长 存 宽 存 高 3cm 乘 3cm 再乘 3cm 那么 请问是多少呢 3乘 3 等于多少 9 那么 9 再乘 3 等于多少呢 27 对了 那么 这个怎么读 27cm 3 哦 不是哦 那请问同学们怎么读呢 对了 是27 立方黎明 这里写给大家看哦 是读成27 立方黎明 那我们来看下一体 哦 这是一个长方体 不是正方体哦 正方体呢 都是 它的长啊 宽啊 高 都是一样长的 那么不一样长呢 就是长方体了 好 我们来计算长方体的体积哦 体积 长 存 宽 存 高 5cm 乘 2cm 再乘 3cm 那么 5 乘 2 等于多少 10 那么 10 乘 3 呢 对了 后面加一个0 也就等于30 立方厘米 就是这么简单 好 很简单哦 同学们 相信同学们都能够掌握 这个计算长方体 或计算长方体的体积 的这个应用公式 好 那我们来看最后一体 那我们来看这个最后一体 那么一个长方形的底部面积 是7平方厘米 那么它呢 有4cm的高度 那为什么这里 它的底部面积 是用7平方厘米呢 因为它的底部面积嘛 大家还记得吗 面积是用平方的 平方单位的 那么所以呢 我们这里说 一个长方形的底部面积 是7平方厘米 它还跟我们讲了 它有4cm的高度 那么这里呢 就需要来计算 长方体的体积 那么体积是 长存宽层高嘛 那么 我们的长存宽呢 其实它已经给我们答案了 也就是7平方厘米了 因为我们的面积就是 是长存宽所形成的 所以呢 我们要计算体积的话 只需要 底部面积 乘以高 再继续写下去 底部面积是 7平方厘米 然后 再乘以高 4cm 所以呢 我们的答案就是 28立方厘米 那么同学们可以 这样子来理解哦 你看我们的面积 是不是平方厘米 那么平方厘米呢 就是等于cm2嘛 那么可以这样子 为什么这个28立方厘米呢 这里是用cm3呢 其实就是当我们平方厘米有2嘛 再乘以多一个cm 那么cm2了 再乘以多一个cm 我们就能够变成cm3了 也就是立方厘米了 同学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概念来理解哦 所以 同学们记得 那么 平方厘米呢 是给面积的 那么 立方厘米呢 就是 给我们的 体积的 就是这么简单 ok 好 看完这个小视频了呢 关于这个体积的小视频了呢 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练习 请大家放开这一面的练习 所以你们要记得的就是立体 立体就是长乘宽乘高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练习式 理解立体的体积 它要我们计算以下立体的体积 每个小正方体的体积是1cm3 所以呢 我们就是要这样子算出来长 这个就是我们的长 第一体我们的长在那里呢 你们可以拿color pencil 或者是highlight pen 跟着老师画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长 这个就是我们的长 长它这边占多少格呢 1格 2格 3格 4格 5格 6格 7格 8格 所以写下来是8cm 先是8cm先 找到长 长 成宽 宽 宽 又会是在哪里呢 拿出另外一个颜色 画旁边这边 这个青色的有没有看到 这个就是我们的宽 宽有多少格呢 1格 1格 2格 2格 写出来2cm 至于长 成宽 成高 高在那里 再拿出另外一个color pencil 画出来 高就是这边 这个purple色的 所以高这边又有多少格呢 1 2 3 写在上面是有3cm 所以找到我们的长 找到我们的长 找到我们的宽 以及高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进行我们体积了 就是直接拿8cm 写出来8cm 乘以3cm 长成宽 你可以跟着它乘以2cm 再乘以3cm 等于 来大家算一算 下面有空位就做出直序 拿8cm 乘以2cm 先找出来你得到多少 再将这个答案 写出8cm乘以2cm的答案 再乘以3cm 看到最后 我们会找到的是多少呢 286cm 286对 286我们是得到16cm 2cm 2cm 在哪儿这个16cm 2cm 乘以3的话 你会得到多少 48cm 4cm 好 484cm 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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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cm 5cm 8cm 5cm 5cm 4cm 48cm3才对 所以讲58的就错了 稍微改一改 第二题来找住它的长 长就是这个很长很长很长的 这一条线长有多少格呢 有12cm写出来 长层宽 宽就它的旁边 这一条青色的有多少格 找出它的高 这个博博色的有多少呢 1234 有4格就是4cm OK找到我们的长宽和高 来写出来它的横式 12cm乘以3cm再乘以4cm 大家做一做看 算一算 我们会得到多少呢 36cm2 36cm2 我们来看 12cm乘以3cm 3乘2 我们得到的是6 cm乘以6cm2 cm2 6 313 对了 我们再拿这个36cm2 乘以4cm呢 乘以4cm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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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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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现在来自己完成第三以及第四题 正方形不是正方体超简单 还是改上一点嘛 你还没有完成吗 还有一点 完成第一第二题的呢 其他人你们自己try看第三以及第四题 正方体是最简单的 因为你只要找到一边的长度 其余的两边都是相同的 好了吗其一边 ok还有谁第一和第二题还没有好 没有出生就是大家都好咯 ok 你看第三题这个是一个正方体 所以正方体它和长方体是一样长呈宽呈高 所以这边的长就是这个两格 2cm 宽 也是2cm 它的高 也是2cm 所以正方体我们只要找到一边的长度 是2cm 它的宽和高也将会是2cm 所以我们现在拿2cm 乘以2cm 再乘以2cm 很简单 很简单 2cm 乘以2cm 22 4cm 2 对了 我们先会得到4cm2 在哪 这个4cm2 6 乘以2cm 啊 4 4 8 4 4 8 8 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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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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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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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4cm乘以4 44等于多少 44 16cm2 再拿这个16cm2 乘以4 4cm 所以cm2乘以cm 我们就会得到cm3 46等于多少 24 24 24进2在前面 414 4再加2 就得到6 所以第四题的答案是 64cm Q 是Q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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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5 6 6 6 7 7 7 5 5 7 7 8 5 7 8 8 9 9 9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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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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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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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 5 5 6 5 6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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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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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小薇等一等其他的人哦 好聊好聊 好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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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们来看第一体 正方体 它给我们它的长是6 宽是6 高也是6 所以我们就要拿6乘6乘6 就是我们的6cm 长乘宽的6cm 所以6乘6我们会得到多少 66 36cm2 对不对 再拿这个36cm2 我们再乘多一个6cm 所以cm2乘多一个cm 我们得到cmq 66 36 36 净位 6乘3 18 18加3 我们得到多少 18加3 18了之后 19 20 21 所以第一体的答案是 216cm q 你们的答案是 216cm q吗 对 嗯 有错误的 快点改正 对 对 明天 第二题 5cm加乘5cm再乘5cm 所以我们来看 150cm 5cm乘5cm 55我们会得到25cm2 再拿这个25cm2 再乘5cm 所以cm2乘多一个cm 得到cm3 55 5乘2 10 再加我们的2 就得到12 所以哪里是150 是125cm3 才对 谁讲150的错 是125 是 1 第三体 这个是一个长方体 长层宽层高 我们有着的是要拿11cm 乘以7cm 11cm 我们就会得到 77cm 对了 对了 再拿这个77cm 乘以5cm 宣洁写我们的单位出来 cmQ 75得到多少 75 35 对了 进3在前面 5再乘以757 又再得到35 35再加这个3 我们就会得到38 所以是385cm CmQ 你们的答案是不是385cm CmQ呢 接下来 16 16等于6等于多少 16等于多少 我们会得到的是60cm2 2 答案是480CMQ 你们的答案是不是480 对,CMQ 对了,是CMQ 检查你们这边试题的答案 那么好了之后呢 老师要你们看旁边的 这一面 我们剩下什么 我们的练习5 有没有看到 有这三题 来,现在呢 老师要你们自己完成这三题 快快的 很是以及指示 第一题呢 你们可以不需要写很是 直接给老师指示就好 但是第一题要注意 他给的是单位 他没有给CM 所以呢,当你要把它变成单位华语的时候呢 这个体积的我们是称为 不是平方单位 是立方单位 所以自己找出来 所以自己找出来他的长是多少个单位 宽又是多少 高又是多少个单位 称出来 然后呢 最后你要写成的是立方单位 大家听明白了吗 现在开始 现在开始完成这三道题目 可以 可以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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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先找出来它的长有多长 就是看红色的这一个 它有多少格 1 2 3 4 5 五格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是称为五个单位 这一题也可以不用指示 这个会比较难写 如果写指示的话就会写到很多 五个单位 要记得这边是有五个单位 5个单位 然后它的宽呢 它宽有几个 1 2 3 不是是有3 它的宽是有三个单位 它的高 1 2 才是有两个单位 两个单位 所以我直接把它的单位写在上面 立方 单位 就是我们要拿5乘以3 5 3等于多少 5 3 我们会15 15再乘以它的高2 25 10 净位 2 1 2 加净位的1 3 所以 第一题 我们会得到的答案是 30 立方 单位 第一题的答案 我们会得到的是 30 立方 单位 等等啊 第一题 我们会得到的是 30 立方 单位 第二题 已经给我们了 长 乘宽 乘高 8乘3 乘6 6乘3 乘8 8乘6 乘3 都可以 只要把它填写下去 然后写出它的指数 算出它的答案 就可以了 8CM 8CM 乘6 CM 首先我们会得到多少 8 6 48 CM Square 再拿这个48CM Square 乘3 CM 所以先写出我们的单位 CM Square 乘多一个CM 得到CM Q 38 24 3乘4 得到12 12再加2 得到14 所以第二题的答案是 144CM Q 第二题的答案是 144CM Q 第三题 这个是一个正方体 所以正方体 它的每条边都是相同的 就是9CM 乘以9CM 99 我们得到81CM Square 再拿这个81CM Square 乘以9CM 所以我们的单位是CM Q 919 98 等于多少呢 9乘8 98 98 我们得到的是72 所以第三题的答案是729CM Q 你们的答案是不是729CM Q呢 是 检查你们这三道题目 所以到目前为止 对于这个体积有任何的问题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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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你们都 没有 都掌握得到 因为它不会很难 它是蛮简单的 那么现在呢 老师要你们 往后翻 翻 翻开这一面 再往后翻 再跳 再跳 这个已经完成了 周长 我们 对 这边都已经是好了的 跳过这一个面积 翻过这个面积 你就会看到 认识体积 正方形和长方形的体积 这一个 总共这边有几题 一 二 三 四 五 五题 来 老师给你们五分钟的时间 完成这五题 要有知识 没有知识的 你要补作出来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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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